大家好 歡迎收看《網安台灣》 我是周錦瑜 新聞一開始來關注夜線最新焦點 東京奧運棒球五搶一最終資格賽 原定在6月16號就要在台灣登場 不過現在台灣的疫情升溫 賽事決定要改到墨西哥舉辦 25號中職和球團開會 也考量到球員們的身體健康 決定要放棄組隊出賽 中職坦言這真的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還是希望可以獲得國民諒解 體育署在接獲中職放棄組隊參賽的消息 也詢問了中華棒鞋 接手組訓的可行性 要等到棒鞋評估之後才會在對外公布 台灣棒球上目想前進東京奧運 得先在五搶一資格賽取得門票 但原定6月16號要在台灣舉行的賽事 卻因為國內近期疫情升溫 改由墨西哥主辦 中華隊不只痛失地主優勢 現在連直棒球員也不打了 墨西哥其實疫情也很嚴重 這樣的一個前提底下 所以我們決定這一次本來由直棒來組賽訓 的這樣的一個比賽 我們就決定不再組隊 中職在與各球團討論後宣布放棄組隊出戰 五搶一資格賽 強調因為考量球員的身體健康 希望外界可以諒解 因為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底下 我們不希望再有任何的風險 我們不得不做出一個我們很不願意但很痛苦的一個決定 雖然中職決定部組隊出征 但不代表台灣棒球確定與東奧無援 還有其他替代方案 體育署將五搶一組訓的主動權改交由棒協掌握 少了中職球員助陣 中華隊還是可以由業餘或其他旅美球員組隊 不過棒協回覆還在評估組訓的可行性 疫情衝擊體壇野獸震盪 如今中華棒球隊能否順利爭取參加東奧球迷高度關注中 記者綜合到